今后的路就跟我走 就完事了 那天我跟同学告诉我 说你看个电视 我偶尔的看着 我才看着了那个电视的演习 叫于长燕的 乡中一个大姐子 对 我看他说挺好 我们俩吧 观点都一样 所以我看这挺好 啥观点 你乡中说啥的 应该问他说你找啥样的 他说找个能照顾我的 他说别说能照顾我的 咱互相照顾的 这句话我挺赞成的 我一看行 我叔叔给他领回来了 领回来我连不上他 晚上看完之后 晚上我没吃着药 我洗着 他打个电话吧 第二天打个电话 就乡中于长燕大姐 那我就打个电话了 就想给他领回来 他给他领回来 我照顾 你照顾 对我照顾 我给你说一下大哥 你乡中的于长燕大姐 我问了 然后他正好现在也单身 你的机会不是来了吗 还等我呢 还等你呢 那咱就收拾收拾去大姐家 行行 这烧的啥呢 什么 烧的啥 给他买点啥 给他买点啥 好 还上北京华莲去买双鞋 买双鞋行不行 为啥要买鞋呀 跟我走吗 赶紧走吗 今后的路就跟我走 就把事了 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买啥 我不知道买 像是像的行不行 也行 走 走 这行吗 我说 来一个 行了 我说 你想给大姐买啥样的鞋 买个走道方便的 轻小的呗 走道方便 38的 这小型我觉得颜色还行 行啊 好长点 嗯 这就行 这颜色还行 你说这 干净透了 看那啥 这些好吗 好啊 啥不好啊 你觉得这颜色还挺好看 你觉得呢 你觉得哪啥好看 你喜欢黑色吗 大哥这中衣黑色呀 我看那个太干净了 他穿了两天就买它了 那你找黑色的 行 就来这个了 这看 这跟大哥搅上这色一样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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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鞋呀 行李鞋 嗯 鞋也买完了 能不能成功 就看你自己的 嗯 没问题 没问题